那七天,我在沒有人的海灘上 嘗試用垃圾蓋出我的家 第一天,嘗試了第二次才成功搭起可以阻擋封殺的膠膜牆壁 然後撿了四個輪胎當床 終於完成基本能夠睡覺的家 第二天,想說來做個屋頂好了 結果太困難,轉戰搭個盪鞦韆 因為搭不起來而煩惱的時候,就下了大雨 然後就趁下雨,撤退回去拿了梯子 終於靠著梯子把屋頂完成了 第三天的時候,發現有颱風要來 膠膜絕對撐不住 開始找寶特瓶加固我的牆壁 這天真的是最痛苦的一天 一堆寶特瓶裡面都有水 我只能親手轉開倒掉 然後我的水又不夠喝,看得到喝不到 真是心力膠脆 第四天,發現膠膜牆壁已經完全被颱風吹到只剩下柱子 都沒辦法在天黑之前做好新的牆壁 只能先暫時撤退 等颱風過後再回來繼續完工 第五天,帶著全手工編織的寶特瓶牆壁回到海邊 看著新牆壁逐漸加高 這才感覺有比較像家的感覺 第六天,為了把家變得更像家 翻遍了整個海灘 把所有稀奇古怪的東西都全部拿來佈置我家 這應該是最開心的一天,超有趣的 最後一天啊,我終於要離開這個沙灘了 在這七天裡面真的可以感覺到 直居那個時候街頭求生的孤獨感 海灘上面完全沒有任何一個人 偶爾好久好久才經過一個人 說上一兩句話就覺得真的很開心 只有垃圾,只有風沙,只有太陽 這三個元素又讓我感覺更可悲的一點 我終於可以離開了 say goodbye to the beach 明天見 掰掰 好的,剛剛已經接到電話 直居哥他已經到附近了 我們應該快到了 終於直居終於來了 直居是誰啊 直居是我夥貫的 就是他是我朋友 我們是一起想這個企劃 他長得怎麼樣啊 他很帥啊 好帥 他幹嘛想喜歡人家 沒有啦,你確實覺得 我其實是你一個 喜歡的是對的朋友 好啦,等一下介紹給你一個人 好 沾取代 快可以回家了 遲遲的忘了這裡 Hey! Today is a big day 今天是回說在海灘的最後一天 我要來他家做客 我真的超級期待他垃圾蓋的房子 會長什麼樣子 我完全沒有看過我之前的照片 雖然回說他一直說 這個挑戰比他想的難很多 就好像沒有辦法真的蓋住很大的房子 但是我覺得其實沒有關係 就是 近期所能 7天看能做多少就多少 我是很期待他 對於解決他的舒適度 要怎麼樣讓他可以睡得安穩 這些最基本的需求 待會兒大家來繼續看 雖然你們好像已經看過 沒關係 我自己是很期待 GO! 熟悉的風聲 來到海邊啦 哇! 其實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我在這邊生活期間 會怎麼樣 就是一直要踩在這種沙子裡面 然後風了這麼大 黏黏的 不舒服 我會說就是我們 穿的打不死的小牆好不好 他沒有在跟你害怕的 他沒有在跟你沒辦法睡著的 他說他在把景分開堆起來 然後睡在上面 我等一下去看看他到底是不睡著 然後我們去看看 25後能不能睡醒 我覺得這裡比 我騎點前來還要 25 這個垃圾是有多大 快收你在哪裡 這裡是小流海 欸! 我看到小小的回收 小小的回收 小小的回收 那可是這是家嗎 我覺得會不會太堅囊了一點 從來到 這個積極帶又害怕受傷害 回收這個人 是不會隨便偷懶的 他雖然不是最聰明的人 可能大家會覺得他很多地方 他沒有用到他 什麼辦法或什麼 可是他覺得是最聰明的人 你要比無法練鋼 你要比真的傻傻的做一件事情 你絕對不會輸 所以我相信 不管他蓋得豪華或是堅肉 這實在期間最大的利益 沒有沒有規定 小小的回收 在前面 小小的回收 哇! 我覺得撿肉不會撿肉 可是 很有設計感欸 晚上打蛋是不是很漂亮 你旁邊這傢伙是誰 蛤? 你旁邊這傢伙是誰 蛤? 你旁邊這傢伙是誰 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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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你家拜拜了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來介紹一下 來請請請請 這邊是玄關喔 你玄關倒了啦 你玄關倒了 常常這樣子 玄關旁邊有一些抽血是不是 對啊 這鞋櫃的部分 回收玄關我要進去啦 你家 外面還有一些補子 要先參觀外面對不對 對 對啊外面啊 守護神 守護神 沒錯 什麼意思 你猜得出來我在 磕誰嗎 喔 他有磕圖案在上面欸 那個 無臉男 不是 可是是同系列的 就是那個 一進去那個廟的那個石頭 對對對 欸 用心欸 喂 欸 那他咧 他是 他朋友 他就是他朋友妹妹 還有咧 外面還有什麼好介紹的 室外還有這個 馬桶廁所 不是啊 你怎麼可以在這邊睡幾天啊 可以啊 不是 就是他的馬桶 今天有在那邊上過廁所嗎 當然沒有 有點像 山壽城 鎖 對啊 蠻帥的 其實門旁邊不是 就是都會有一些雕像之類的 嗯 通常人家都是高級人家 進懸關那邊 才會有這種雕像 他家就有 那是什麼意思 需要技術 才能坐的椅子 屬而來 但是不是做來放鬆的啊 是做來訓練的 哈哈哈 莫名其妙的東西 只為一大堆啊 不是啊 嗯 有想辦法在你這邊舒適嗎 辦法 哈哈哈 身體上人巴 不會真的不會心理的 對不對 這個算是那種 每個人家裡不是都會有 某個風水寶地要放一些 水晶的部分 對 這就是我家風水寶地的水晶 現在是球平安的 球發炸材的嘛 對對 從那旁邊就是小酌 對啊對啊 Chill的 那這就是新朋友 還是他有名字嗎 這要酷吉好了 酷吉為什麼 因為有一首歌是什麼 他酷吉的時候 原來就是發炸 他就只有 你覺得他為什麼會在這邊留言 被主人拋棄吧 完蛋主人不愛你 酷酷 不是吧 因為這海灘很髒嗎 好 你就很會了 蛤 你剛剛被拋起來是大部分 這是你的休閒娛樂 有空就打打籃球 有空就打打凹進去的籃球 那這是什麼 這個是書啊 書嗎 還沒有剛買還沒開過 床的部分 有兩種 它是 它現在這樣子就是沙發型的 躺在這邊 然後 喂 這是Chill版的 Chill的 在睡覺的時候 這把他踢起來就直接躺 喔 喂 喂 喂 剛剛那個移動有嚇到我 直接 有嗎 直接一個改裝 像IKEA的那種沙發 直接推一下 直接變成床的那種感覺 沒錯 原意也是我的心情之意 原意也是你的心情之意 空間廣泛 空間廣泛 我要嘗嘗看 多多的床 你要找一下頭的那個角度 欸 欸 欸 是不錯啦 是 是合理的床 是舒服的但是 就是 風沙 風沙是一個大問題 對啊 所以現在這樣算大嗎 現在這樣算大 所以 這間房子是要有點看運氣的 他說 大部分時間風沙沒那麼大的時候 是還可以 那我就問你 那 屋頂啊 被吹走了 屋頂被颱風吹走了 吹走是吹走 如果要再大就需要梯子 重點是梯子沒了 梯子被偷了對不對 超靠北 好啦 那也不要覺得這很簡陋 就是 這些東西也都是要花很多時間做的 加上中間有過一場颱風 所以又整個重新reset 我先問房子過幹嘛 原本你想房子會怎麼樣 就是大概2、3、2 好 我其實老實說 我剛剛走過來看到你房子的時候 我其實是蠻失望的 嘿 嘿 怎麼會那麼小 因為我想說7天應該可以做到更多 可是 當我走進 我就看到那些細節 好特別你是怎麼編的 然後那些桿子你是怎麼插進去的 其實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辛苦你了回頭 你可以跳 我真的回家 我真的回舊家了 最後離開之前 我們順手把海灘上的垃圾帶走 盡我們所能撿了三袋 就算是謝謝這海灘7天來的照顧吧 現在是撿完三袋了 好不好 我們就把這三袋拿去回舟 屬於他們該去的地方 至於回舟的房子呢 我們打算暫時把它撿來這邊 如果你有來關於海水浴場 如果你想要來海邊做做踏踏的話 可以來這邊看回舟的家 然後順便可以帶一個熱身來 然後來這邊撿熱身 我想可以給大家來去近海的一些東地 所以他們不要永遠在這邊 他應該還可以在這裡一段時間 然後我們知道後一段時間 其實我們會有精彩的步驟會在這邊 然後我們會在去 然後按一下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回舟家的話 一定要把握時間 OK 這個系列就到這裡了 沒錯 這個系列就到這裡了 結束好不好 不要再待在這個沙灘上了 這個系列結束 接下來還有很多很多精彩系列 等著你們好不好 我已經想好了 好不好 持續鎖定每週晚上10點好不好 我家很讚賞肉 Get back home 掰掰 回家 來到這裡回家 去回家 其實花最多時間 沒有拍出來的是 在海灘上收集垃圾的過程 才發現一個人的力量很小 所以每次有進灘活動 才會希望大家一起來參與 來海灘完離開的時候 把自己的垃圾帶走 是最基本的 這系列結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從生活做起 減少一次性垃圾的使用 減少一次性垃圾的使用 台灣是我們的家 希望未來我們的家 不再骯髒 па你眼前パ wipe uju 差點電膝 還以為您如常 有快 od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